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是 好我见了 我算听话 去吧 就算他是被怪物怎样 只要我真心对他 处境最起码不会比现在差 你 江景臣呢 江景臣 你真不愧是我大哥呀 来 再多各位 咱们瞧瞧看一看啊 这可是家里给他买的新娘 买的新娘 都怕他这副鬼样子 哈哈哈哈 哎呀太好笑了 哈哈哈哈 既然正怕我 这会也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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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你这有料 在那 我在此宣誓 是不愿意嫁给江景臣 做他的妻子 容家居然出了一个这么有意思的女儿了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换那么恐怖的面具吓唬她了 老大 这是你让我婚礼前调查的新娘子的资料 不用看了 你还是看一下吧 方贝贝 她是容家的私生女 容家竟敢用代驾新娘婚女 老子 老子 康贝贝现在站着 她在婚房里 我要给她一个毕生难忘的清空之夜 江景臣怎么还不来 不会是生气了吧 我要不要去找她道个歉 喂 外婆 容家 没难为你吧 你放心 她们让医生给我用了清空的 好多了 那就好 已经到账了吧 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不仅是个冒牌货 还是个拜金女 这 金城 别叫得这么亲热 咱俩没那么少 可是 我们已经结婚了呀 你是我家好前买来的 跟建盲物没什么趣的 记住你的地步 别有问题 今晚 是我们的 新生 你一个人过吧 今后的每一夜都将不受控仓 早点习惯预交 昨晚大少爷一个人睡书房了 连跟他动房都不愿意啊 嫂子 想端房找我呀 江景城那个残废 肯定满足不了你 要不 你跟我 江家有个都是我的小乖乖 女人果然都是一样的MG 你敢插我 你这时候不要乱乱 就不会被插了 不要管 我警告你 你再敢说我让了三费 我就把你变成了三费 这丫头 胆子倒不笑 老大 你现在准备就续了 什么准备 昨天晚上你不是说 把汤妹妹处理掉吗 这样出来透气 感觉好多了吧 你看 还戴个面具 臭人多作怪 说什么 说什么呢 算了 别热事 哦 锦诚 你渴了吗 我去买水喝 让我一下 哈哈 拜金女 哈哈哈哈 这要不是图钱 谁能嫁给一个残废啊 就是 哈哈哈哈 哎 哎 我呢 别人家的这样的钱 你们真是什么钱 强强自己的样子吗 你们才是迷不其实的 拜金 我们回家吧 不急 站住 你谁啊 这是姜氏集团的工厂 你们两个是姜氏集团的员工 关你屁事 很快你就知道关不关我的事了 听听听听听 喂 哎 经理你说 你们居然敢得罪姜氏集团的大少爷 给我收拾滚蛋 大少爷 大 大少爷 刚才你还叫我别人事 怎么现在自己出手教训他们了 因为他们得罪了你 这家私医医院我听说过 贵的 那好吧 怎么家呢 嗯 锦晨 他就是你的主持医生啊 长得就好看 这是谁啊 我太太 原来是姜太太 幸会 幸会 跟我说话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根本是个冒牌货 你说什么 我认识容家大小姐 你根本不是容妹儿 啊 容家大小姐胸口有颗痣 你有吗 亮出来 我认识容家大小姐 我就承认你的身份 别怕我 京城他根本是个冒牌货 他的确不是 他叫汤贝贝 是我的妻子 没用的东西 对不起 人家残废的好女主 请你不要这样说锦晨 我就是 江锦晨撕残废 臭裙子 臭半块 既然你们这么瞧不上他 何必答应这门婚事 为了利益答应结婚 却又让我代嫁 不守成心的是你们 撒谎的人 撒谎的人是我 江锦晨什么都没有做错 你还敢听嘴 你给你妈一个德行 下贱 江胆上 你怎么来 我来看看你 看一想怎么死 这话什么意思 你用代嫁新娘护脑 就是违凶江家 羞辱江家 不就是招死 不不不 我没有 我 正是 她也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并没有护理她 也没有羞辱江家 你的意思是 你是拿汤贝贝等荣家小姐嫁过来的 很好 按照 你们荣家小姐来说 你千万 不懂你 你千万 我是利益答应结婚 却又让我代嫁 发出去了啊 你把 我给 ности 应该 那 你还没赃 你我回来 你为你 你也不能 你不愿意 我想给他 我觉得你不愿意 你不会愿意 这人这么帅 你长得这么好看 为什么要戴面具啊 为了防止这么花质一直听着我看 我想要 那你现在为什么又愿意摘下来 为了能退上我美金的妻子 做什么 让他 你让他 你知道我去 罗教姐请自助 宋昭放松传姐进来 锦诚爸答应我嫁给你了 你嫁给我 那汤霉露怎么办 当然是敢走啊 她可是你妹妹 她是夏剑的私生女 我是容家大小姐 汤霉露怎么能跟我比啊 声音 你难道不信念我吗 容美尔 放开我老公 你老公 他现在是我老公 你可以滚 嗓子又不舒服了吧 我给你倒杯水喝 轮不到你 我来给你倒 这是给你整个教训 不要总想念抢别人的东西 尤其是属于 可这本来就是属于我的 你能把泼出来的水收回去 这分手就可以忘了 妹儿 你这是做什么呢 爸 你知道怎么把泼出去的水 再收回来 等我爸你送进精神病院 你就知道怎么了 姜太太 您好美啊 我太太当时是最美的 这 太贵了 真是背上枝头也变不成凤凰 瞧你那穷酸样 穿上很贵的衣服 就能变成凤凰吗 你从小只穿奢侈品 也没见你背上枝头呀 你 你 你 姜太太 你今天有活动 抽钱买单 怎么不试这样 试了也白试 我从小运气差 抽了也抽不中 我从小运气好 要不要分你一半 我中奖了 遇见你 我整个人生都变得幸运起来了 你敢推我 我可是人家大小姐 不好意思 姜大少吩咐 姜氏集团旗下的所有商场 都不再接待你 学长 你一直看我 是不是想问我去这么说 那 学长 你怎么来了 我听 容苗说你搬来这里 我来 拿回我的书啊 学长稍等 我去找一下 哎 贝贝 其实 我有话要对你说 我 不好意思 学长 我 已经结婚了 那 我请你吃顿饭吧 免得餐饮 今晚八点 不见不散 好吧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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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再喝一杯 喂 旁边我信你这一次 来她 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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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老大 夫人出去了 出去了 听有人说 是一个男的上门邀请她去 维也纳三拼 哥 快 再快一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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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疯子 老大 你看 我老婆的皮肤 别人都不行 挺可爱 真可怕 警察 要不我们放弃吧 不 这个最新疗法虽然效果简直在副作用 别废话继续 江太太 你在这里警察难免这么行 所以您先回避 谢谢 没关系 我们之间 不说什么事 温医生 我老公怎么样了 疼晕过去啊 你抱得到景晨吗 你这种女人 只会在旁边哭 根本配不上景晨 宋忠 少远 喜欢吗 老婆 看这个 这是什么 原本我已经放弃自己了 直到你的出现 给了我希望 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开始治疗 可是 你现在很痛苦 你 就是我的特效之痛药啊 老公 老公 我穿什么衣服 比较配这条 不灵不灵的项链 你什么都不穿啊 最配 老公 我穿什么衣服 别挠了 本来就丑 挠破相了更恶心 贝贝你怎么了 不知道为什么 过敏了 汤贝贝 你是不是吃了什么 不该吃的东西啊 宋周 把监控调出来 我要看 锦晨你找我 给你吃东西啊 锦晨你忘了 人家吃生花生米 会过敏的 你给汤贝贝下药的时候 不也是明知道他会过敏 是 你为了汤贝贝这么对我 汤贝贝是我的医生之爱 你算什么东西 我是你的主治医生 今天开始你不是 你要开输 你不想治好你的腿了吗 我宁愿做一辈子轮椅 每个辈子车 有人欺负我的妻子 别挠了 会不会像的 可是 不能好痒 我有办法 哇 看来新疗法果然很有效啊 为了贝贝啊 我要坚持下去 哇 夫人要是看到已经走过了 一定特别不急 哎 你千万别告诉他 哦 你是要把夫人心疼是吧 不 我怕他不够心疼 你这是什么呀 你这种单身狗 是不会懂的 啊 老大 啊 快把我扶过去快快快快快 老大 你要是夫人看得下你走到什么样子吗 快给我过去笨蛋 老公 腿还是不舒服吗 哎 吃点水果吧 啊 好吃吗 挺好吃 这还是我心目中 冷酷无情的江峡大哨眼吗 我老婆我吃饱了 这口狗粮我也吃饱了 我自己出去留我自己了啊 拜拜 那你还有哪里不舒服的吗 老大千万一事快要结束了 你怎么还不换衣服 等我老婆过来帮我换啊 哎呀 来不及了我来帮你换 哎哎哎 再多一下我裤子你试试 嗯 老大 你真的考虑好了吗 这手术虽然有一定的风险 但之后也许我能站起它 哎 贝贝不知道我的行动吧 放心吧 她完全不知道 嗯 那就好 我不想她担心 手术结束后再告诉她吧 准备动手 贝贝 江念成出事了 什么 江念要带她去国外治病 治不好就不回来了 我 凭什么相信你 你不信打电话问她 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快去机场吧 还能见她最后一面 嗯 老大 你这是不是要去机场送我哥呀 他真的要被送走了吗 是啊 来来来赶紧上车 我睡都送你过去 我走了 来不及了啊 啊 哈哈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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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不好了 保护嫂子了 她被抓走了 什么 大哥 大哥你不能去 大哥你不能去 你不能去 万一行报是假的 早知他没被抓走呢 我独不起这个万一 可是你的腿 陆妹妹出事 别说我都懂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大哥 嫂子 你干嘛 将你成那个 有什么好的 你怎么就这么对着 死心塌地 臭 放开我 放开 你怎么开车的你 大少爷 你不要打了 你不要打了 他报警了 江景晨 你他就是个废物 你死吧 江家就是我一个人的 去死吧 好不好 走 先 景晨 景晨你别这样我害怕 哈哈哈 放开 嗯 嗯 去玩了 贝贝 我喜欢你 对不起 我结婚了 汤贝贝 我听说 你为了钱 跟一个富二代在一起 看事我还不信 为了钱 你宁愿忍受 她是一个茄子吧 啊 第一 你起腿脚不方便 我更难以忍受 你这种心胸和目光 都狭隘的男人 第二 我老公不是瘸子 再敢乱说话 小心你的嘴 汤贝贝 他是不是瘸子 他冲了他就知道了 老公 美国那边天气 怎么样啊 挺好的 今天医生还得让我恢复的快 再过几个月我就能回来了 我很想你 我们已经 一年多没有见面了 这位同学请你自 我在此宣誓 我愿意嫁给江景晨 做他的妻子 这是我做过最美的梦 你才是我做过最美的梦 我说 你怎么做的 我做过最美的梦 我做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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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的梦